在东南亚老欧摩丁经济特区的第103天日常 他娘的今天9点就醒了 刚刚洗了个澡 现在准备去那个物业那边 把我那个小店铺的物业费解决一下 我说业主们 你们找托管公司能不能找点靠谱的 你找个托管公司 物业费都不给你交 我那店铺是什么情况 是托管公司的托管期间 1月份2月份没有交物业费 上一任承租房6月份物业费没有交 这样子随便都给停了 你要实在找不到好的托管公司 你托管给我 我天天在摸丁 我给你弄得好好的 现在我到了物业大厅这边 2023年的物业费搞定一下 再不来丁的话没法经理 现在终于把这个物业费搞定了 缴了881 现在那个物业区帮我打开我的店 我这人心里长不了事 就有什么事情没解决 我很难受 马上都睡不好 三十五六月份的物业费已经要回来了 接下来就还差那个一二月份的物业费 这摩丁的天它凉了 那雨是缩下就下 外面是小雨淒哩淒哩的下 现在我来到了皇宫小吃这边 点了一份土豆牛腊饭 开吃 物业费搞得好复杂 一二月份还涉及到一个另外一份 什么老巢 赞民房屋出租说 那我不要计较什么120块 这跟钱没有关系 该随成的就随成的 来说什么 谁是谁 是什么 海城的高管 说什么商铺 说收回去就收回去 这么牛逼的嘛 本来我是好生好气的问这个 像 到底是前面的物业费由业主承担 还是由他这个房屋托广成的 多了一点 兄弟们好像能真的多起来了 这一道房子 听说那个什么N59N60的房子卖完了 我过来看看 但是我这边看了一下已寿的并不太多 应该是没卖完才对 N60下个月底就可以加房了 然后差不多45万也不贵 我打算去看一看如果合适的 拿一套 第一次坐那个国外的旅游公共车 以前都在国内坐 现在我来到了这个100这里 讲真的我感觉这一套相当的不错 我挺想要的 它这个是一个弧形过去 拐角这边又有这么长 这个过道真的相当的不错 我越看越喜欢这样的 外面这样的风景 一直绕过去大半个圈 这个卧室稍微小了一点 不过这里采光不错 这里是那个大客厅 这个是另外一间的卧室 这个是厨位 厨位可以通到外面阳台 它三间房都可以通到外面阳台 卫生间大概这么大 稍微挤了一点 也还好 现在我回到了店里 他娘的店还没来呀 怎么回事 气死了 下个月交房的就是 那边的那两栋白色的 我是正想买一套啊兄弟们 小套的才20万 大套的45万 兄弟们真的 我现在突然发现就是你们如果什么 想着带个十万八万来老欧 给那个老欧妹当舔狗 请他这个什么花几万块钱 你还不如在这边买套房 之后再找老欧老婆 容易得多了 现在跟两位网友去看另外一套房子 我这次看的房子要买的房子 一个是全新的房 20万 38平左右 另外一个是二手的房 60平 18万 你们怎么选 评论区告诉我 楼下还有个泳池 但是那个好像还没交房 应该不知道怎么弄 这手续 流程有点复杂 现在跟网友在沙县这边吃午饭 他已经吃完了 今天是他买单 太好了 兄弟们终于来电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看那样的 20万买一套这样的房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是感觉还行 其实应该是还不错 挺好的其实 这三个好像是新来的极品 不知道去哪里 你好 他竟然会中文 哇塞 可以的这三个 门口现在有挺多人的 而且好像好几个腿都不错 兄弟们 酒吧门口最近还来了好几个新面孔 应该有十来个吧 刚刚听刚过来的网友说 今天又劝访了很多人 尤其是那个护照上面是白本的 都劝访了好多了 哇塞 这个真的是极品 这也太好了 这个也不错 哇塞 兄弟们这两天极品 他娘的又躲起来了 兄弟们这个也太可以了 这个真的太带劲了 这个 我的青春回来了 兄弟们真的受打击了 他娘的刚刚有个谁 一个老欧美养着一个中国的男的 又给他买吃的买喝的 还买车 那个啥 那男的喝醉了 那老欧美还骑车过来接他回去 上车的时候还跟他说一句 小心的 我不要帅到 这主播也太爽了 你看这 下面放个桌子 上面一把凳子这样子拨着 现在我回到了家里 好了 今天的日常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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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